让命运随风吧 我的朋友 这是漫画 1099话由多拉格对熊所说的一句 非常有深意的话 基本就是伟天再次告诉我们 多拉格是一个和风有关的 暗魔果实能力者 那在1099话和多拉格有关 除了这句话之外 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是多拉格和熊遇上的那只船 多拉格曾经出场的船 是偏绿色深色的颜色 但在1099话出现的那只船 看样子是完全的黑色 这就让我想起了 青植在加入黑胡子一伙时 他们讨论的烧伤男的重要信息 那个男人坐的是一艘黑船 一旦有船企图接近他 就会制造出巨大的漩涡 吞噬对方 搞不好是个能力者 那现在这么看来 多拉格可能是很符合 烧伤男的这些信息的 首先是他脸上的伤疤 有没有可能是在被烧伤之后 为了掩盖伤疤纹上的纹身呢 再就是黑船 多拉格曾经拥有的黑船 已经符合这一点 然后就是船只靠近时 引起漩涡吞噬对方的船 多拉格极其强大的风能力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那他为什么要守护 这颗红色历史中文呢 多拉格也是地质一族啊 你要知道路飞启航 差点被斯莫哥抓住的时候 多拉格是借了草莫与伙一把东风的 他也知道大秘宝的重要性 也许他不想得到大秘宝 但他肯定要确保大秘宝 不能落入坏人手中 最好是能落入他的儿子路飞手中 所以目前来看 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那个拥有最后一块 历史中文的烧伤男的 谐音名单之中应该要加一个多拉格